台南市学甲区29岁苏姓毒贩 今天上午8点多在投诉的旅馆三楼 听到林姓同伙叫说警察 从窗户一跃而下 摔断两小腿导致开放性骨折变形被逮 他痛被哇哇大叫 送医开刀治疗中 学甲警方还在在苏身旁的草地 找到他丢弃的一把改造手枪 苏涉及毒品案被判刑一年两个月 但据不到案 上个月被台南地检署通气 苏在学甲将军区在涉嫌贩毒 两天前汉林姓庄姓小弟 住进学甲区一家旅馆 学甲派出所所长王喜仁 寻佐郭博成 警员洪一平今天上午8点15分 执行学甲区公所 元旦见走活动的交通管制 勤务时在旅馆前发现林姓小弟 立即控制林上楼到旅馆三楼 警方要林叫门 苏问什么事 林男回答 没啦 是警察 苏吓得打开窗户就往下跳 发出碰的巨像 苏摔断双小腿 痛得在地上打滚 房内令名装姓 男子才开门 警方下楼 在旅馆后方的草地上找到苏 通报学甲消防队将苏送医 警方在庄身上搜出一包零 8公克安肥他命 房内茶口 安肥他命五包等 电子棒 乘一个 安肥他命吸食器 游学甲警分局侦办中 苏信 男子从三楼跳下摔断双腿 记者吴正修 翻射 分享 警方还在草地里找到一把改造手枪 记者吴正修 翻射 分享 苏信 男子从三楼跳下摔断双腿 记者吴正修 翻射 分享